Hello 大家好 難得我們住在日本 在櫻花季當然會到處去上櫻 而今天我們本來打算去白板神社 沿山公園看夜櫻 本來我們打算踩單車去 因為河源丁有一個泊單車場有3小時免費 所以我們通常去河源丁逛街吃飯都是踩單車去 而且由我們家出發去到河源丁 其實只不過需要20分鐘左右的時間 但今天晚上會下雨 所以我們就沒有踩單車 改了坐地下鐵去到4條站 然後走過去 本來打算吃完東西才開始走 不過逛逛逛逛 突然走到高乃村4條木屋丁的位置 我們看到這裡超多櫻花樹 全部都滿開了 而且很多人在拍照 或者比起以前可能人流都算少 但感覺也是很熱鬧 之後我們就走進去拍照和拍片 其實這段路全場都接近1.5公里 整段路大約有200棵的艷井吉野鷹 另外其實這段路的左右兩邊 是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居酒屋 餐廳等等 我們看到裡面的客人可以一直看著野鷹 一邊吃飯的感覺 其實都滿捨意的 另外其實在這裡附近 還有很多地方是有櫻花堤的 例如旁邊的鴨村 花見小路 紫緣百村 還有我們本來想去的玄山公園等等 如果看完櫻花 想去吃飯或購物的話 就可以走回去4條河原丁那邊 就會比較多選擇了 我 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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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很喜歡 在看完櫻花堤 看完櫻花堤的 因為你也有放 encryption 在這裡面打得下來了 所以我說我做時間是拿來的時候 來的 拿來的南檻要往後就拿來的 想不停的 看完桌 好嗎 好的 如果你不停的來的 second嗎? 我想去看完櫻花堤的 就是在家中間 Frankly都在梅沙巡似的 我可以做一個派半櫻花堤的 在家中間 剛剛特色的說話 在家中間 我就因為在家中間 這樣都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都是櫻花的报道 於是就決定在此看就算了 我們放棄去阳山公園吧 我們最後走完這段路 來來回回拍照拍片 其實都玩了接近一個多小時 也拍了很多素材 所以就決定不去阳山公園 然後就走回去我們的食堂吃飯 就是河源丁的壽司廊 其實這間壽司廊是我們算是去得最多的一間分店 尤其是平時我們放學之後去吃 永遠都不需要排隊 一進去就可以吃得 所以是超方便和經常去的 但是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就要等位了 我們本身就選了卡位 誰知等了15分鐘都沒有進展 之後就決定選擇巴桌位 誰知一拿票就可以進去 我覺得守司廊最棒的是 每次去都有新品 基本上是一個星期吃一次都不會驗 拖羅、沙文魚、赤蝦刺身、南瓜天婦羅、雞圓骨 基本上每次都會叫 不過今天就有些可惜沒有了雞圓骨 而吃到最後我每次都一定會吃一碗拉麵賣味 不知道有沒有人同樣呢 好了 櫻花又看完 飯又吃完了 我們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都會繼續帶大家 去多幾個不同的地方去看櫻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